爱的选择本期看点 颜值贼高老顽童 霸气侧漏 酷劲足 为您上来小手一插兜 是怎么能要给我们女嘉宾下马飞一飞 有几位阿姨 那眼睛都掉里了 听男嘉宾说话的声音很小 男嘉宾属于暖男吗 感觉也稍微有一点点 大男子主义那种感觉 邮票体育全精通 女嘉宾借钱啥缘由 我要是管你借钱 那能借给妈 钱哪有一本真凌 要一本真凌要他不给你 他借你能不借吗 那不行 他也不 丑的哥们也不像弱智这样 情感经历男嘉宾欲言又止 到底是啥 让全场直呼忍不了 到现在为止 他说话都是含了哭成 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实在我都忍不住了 他强势那还有一定的原因 我拒绝回答他 压根我觉得这样 我都不理解的是啥 你一定要拿钱考验他 钱要验证不了一个人 那没啥能验证 空空说白 一号谁都会 人也能办这事吧 你感觉办不了 钱得是感情基础的基础 没有钱寸不耐心 经济基础 还把台湾人全逼放了 来一个 包括话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你现在收看的是 聊整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 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你寻找 幸福的主持人 大宝 大家好 我是孙霞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给我们的情人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选爱人有三个重要的表情 那就是 不欠你 维护你 陪着你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欢迎文文 大家好 最好的相遇呢 不问过往 最好的临结 不问归心 相信爱 勇敢爱 我依然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欢迎来到 爱的选择舞台 今天呢 依然是有八位 靓丽的女嘉宾 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之上 没错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不吝点赞 爱笑的女人最好命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丽 希望在对的时间 预造对的你 我叫高峰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我是元帅 我来自沈阳 大家好 我是四姐 嗜号是我的幸运字 希望今天在这块 能碰到那个有原因 用我的有情 温暖你的心窝 我来自沈阳 我来自沈阳 我叫唐秀平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大家好 我是温柔适水的杨凤云 我希望 在后半生 我能牵着你的手 一起去旅行 我来自沈阳 叫刘贵兰 爱情是人间最美的笑容 我要把最美的笑容 留给你 我叫王建宏 欢迎来到我们爱的选择的 八位靓丽的女嘉宾 欢迎你们 其实呢 今天真的是有新年的血液注入 我相信 给男嘉宾选择的机会 会更多一些了 是吧 而且呢 我们爱的选择 就是让你有多多的选择 好 我想问一下 小姐 好嘞 这个平时跟姐夫吵架吧 必须吵 必须吵是吧 以彰显我的权力 权力和地位 对 但是我特别关心那个问题 你说两口的吵架 是不是特别愿意放狠话 就吵架分为什么 就是有往死了吵的 什么叫 有往好了吵的 什么叫往死了吵的 往死了吵 就是你哪疼 我往哪挫你 但是我那吵的就比较艺术 你怎么的呢 你是往好了吵呗 对 我往好了吵 怎么个吵 我跟他吵完之后 他能跪地说 媳妇我错了 我好爱你 我更爱你了 就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理解 对方向你屈服了 就叫往好了吵啊 不是 是你在吵的过程当中 让他更了解你了 而不是你吵的过程当中 你更伤他了 我想问问 今天来到场上的 我们的八位姐姐 如果在吵架的时候 你们是赞同侠底那种 往坏了吵 还是说你们会往好了吵 四姐最有发言权 就吵架大王 我吵架吧 就是往死里吵 往死里吵 对 哪疼怼过你哪儿 对 高得你哪儿 凉快哪儿打下去 别跟我俩讲理 讲啥理呀 你能讲我吗 对你得坐着挺着 不知声还不行 不知声还不行 他就嗡嗡打也没 对 我太难了 七号姐姐 我觉得您的性格 应该不是那种 会放狠话的人吧 他可能不能单说话 当我一个年轻的时候说话 可能就从来不会站到对方的位置去想 可能说什么话觉得改喊说什么 骂也没好口打也没好手 这种那种说话肯定爆顶 都不记得了 对都不记得了 傻狠说啥 但是也不 反正我吧 不能太过格 我觉得我原来吵架的时候就冷战 几乎也就是也不再说狠话的 不说 你能理智到不说狠话就动手了 不说狠话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动手 对 对呀 我尽量我动手 哎呦什么 能动手尽量少吵着 对就别巴巴直接动手 这个男嘉宾在后边听完我姑娘 不敢上脸 这腿都软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先掌声请出本场的男嘉宾 有请 来掌声有请 马宝山63岁 沈阳人 放偶之后 晚婚离 退休 有房 子女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沈阳 快体运动的老马 来欢迎您 欢迎 这男嘉宾您上来小手一插兜 是怎么的 要给我们女嘉宾一下吗 喂一呗 刚才听到女嘉宾脾气都不咋好 我已经放了 你直留着立成的 这紧张的已经无处安放了 对呀 一上来 竟然上来的 一看就挺有气场 我就发现个事 你又发现个事了 就无论我叔上场 是插兜 现在插兜也好 还是刚才自我介绍也好 我发现我右手边有几位阿姨 那眼睛都掉里了 直勾的 太帅了 我跟你说 尤其刚才 见面阿姨 脑袋都不带动的 头就像那个定格卡那儿的一样 然后才 八号是可能爱送丘伯的 是吗 就一直在看她 因为我知道她是颜值控 她就一直盯着我们叔叔 行 我这样 我问一下场上八位姐姐 谁在择偶当中 有这个要求 对方得长得 帅 帅 来 举手试语 我想看看哪位姐姐喜欢 这边四位都喜欢 赶紧是五到八号 这边 你瞅瞅 八位女士都想找帅 全票通过 行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八个姐姐 觉得我们本场男嘉宾 长得帅的 请举手 举手 一号 三号 这边是六七八 过半数了 有人夸你帅没 有的很少 你觉得自己帅吗 还行吗 还可以 你为啥这么不自信呢 自信 但是不理天虚的 我觉得今天叔叔你不时尚 人家撒谎呢 我可听你身边邻居说了 听你好哥们都说了 人家眼前这位叔叔 从小帅到大 自己都说 那不是从小帅到大的老马吗 对 老马 当年小马哥叱咤风云 老马哥也毫不逊色 男嘉宾长得很帅 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的男人很好 身体素质一定很好 听男嘉宾说话的声音很小 男嘉宾属于暖男吗 温柔型的吗 应该是 还底气不足 我说话平时是这样 平时就这样 生气吵架了也这样 吵架吵不过 但是性也不是极力 但是就是两方面法 你找个极法 就是有事解决问题 什么事 就是着急办事什么 男嘉宾那个 你是大男子主义吗 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那个找个二人就是说 你这些马对手 比较大有压力 好 提到 首先是来讲 就是你要有压力 你就被找到 这就不容易产生 慢慢对着身体造成伤害 我觉得男嘉宾 那个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稳重 性格内向 而且热爱运动的人 比较热爱生活吧 感觉也稍微有一点点 可能是 就是大男子主义那种感觉 哪儿感觉到的 因为他给人感觉 很温眼的那种 他老卡兜是吧 有这种感觉 因为那个照顾老干嘛 都挺举举的 薛业们 对 但是很有派 有点气场 有气的挺好 我们叔叔以前 是在移动公司工作的 他所谓的伺候领导 他以前也是经常 跟领导打交道 为领导办一些事 所以你就从他做的工作也好 还是从他自身的 那个修养来讲的话 根本不是贵拉阿姨 您口中说的大男子主义 我跟你说贵拉阿姨 你以前看人看得可准了 但你今天看人 看得一点都不准 好偏了 对 男嘉宾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我才刚没有举手 说你帅不帅 我觉得男人的帅与不帅 不是说去看他的外表 而是看他的内心 和平时的那个 说白点就是为人出事吧 所以我就从你的那个 大家伙都说你这个拆刀 这个我觉得你生活 是挺随性的 所以你就是 如果哪个女士 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想他平时生活起来 应该会很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说的对不对 对对 非常对 一般来讲挺随和 一般什么都不管 就跟你 就看你穿的衣服 就感觉挺随性 你今天上节目了 这是你平时穿的衣服吗 就没有精心再打扮一下 是吧 用着 用着 你觉得这个场合 穿的力量一点 不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 那就穿西服了 比较 对 比较正确 对像他是 你看没找对象的都穿西服了 我们这种妹们 穿正装 为什么没有选择穿正装 你还随一点 就是想随意一点 是吧 这叫真实 所以你看场上 所有的女嘉宾穿的都不得劲 他们不随意 你这是 那不敢 你现在感觉 你就说一下他们的服装 你感觉谁的衣服穿的 今天最合你意 对 最得体 你认为 都挺好 不行 你选择一个人 选 一个 眼神不好 眼神不好 大家也对我们男嘉宾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和印象了 那么通过这个亮灯的方式 对我们本场 手一直插兜 但是从小一直帅到老的老马 印象如何 是否愿意为他亮灯 请选择 八盏灯全亮了 好久都没亮那么齐刷刷了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并不那么优秀 满堂彩 谁说你优秀了 只是大家对你第一印象比较好 过分的谦虚 等于虚伪 不能再谦虚了 他不会说了 就是确实这么 确实这么回事 八盏灯都亮着 证明八位女士 对你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 挺好的 但是好印象 并不一定能够陪你走到最后 要通过深入的了解 了解你的内心 十秒钟的时间 可以环顾一下 我们面前的八位女嘉宾 然后选择一位心动女嘉宾 在我的手卡上 写下你心动女嘉宾的号码 那么在选择 心动女嘉宾的同时 我们的系统也是自动 根据我们男嘉宾 择偶的条件 推选了一个制推女嘉宾 那么在稍后 最后的环节 将会为您揭晓 好的 那我们的男嘉宾 选择了自己的心动女嘉宾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会是谁呢 游票体育全精通 你嘉宾借钱啥缘由 我要是帮你借钱 那能借给吗 你对他借钱 借多少钱我都借你 花钱如流水的这个事吧 我不应同 手大的过日报过呀 钱哪有一本争取 要一本争取 要他不给你 旅游玩出新高度 生活方式不相同 小少内蒙 给你制备一个四驱的 大吉普子 谁说的 二来万可以 二来万可以 那根本没问题的 我就是喜欢安居乐乐 我不挑剔任何地方 人不能比人 可能每个人的生活 质量不一样 他借你能不借吗 那不行 太不丑了 各位不像弱智这样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稍后更精彩 细讯各大细讯 第六代三持智能手机 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 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持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 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 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说说阿姨 这是我们通行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持智能手机 它里面加装了 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画 还是打长途 通通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持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插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 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你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 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持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 高科技WiFi免费上网模块 无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无论你是想拨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只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全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 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送价值1680的 满天心金钻表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的男嘉宾呢 选择了自己的心动女嘉宾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会是谁呢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就是 一号女嘉宾 王丽 60岁 沈阳人 一 身高1米60 月休后 做育儿嫂 无住房 儿子已不立 来吧 那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男嘉宾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接来再通过短片来共同看看 别看马先生瘦 但他平时酷爱运动 从小就是体育尖子生 踢尖子了 打乒乓球了 篮球 足球 各种球类不在话下 绝对是运动健将一枚 偶然的机会 马先生接触到了游票 从此爱上了极油 多年间搜集这些宝贝 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也见证着它的成长 马先生另一大爱好就是旅游 去过很多地方 国内国外几乎都走遍了 但他觉得每一次的出行 身边都少了一个人的朋友 好 刚刚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了解了我们男嘉宾 生活当中的状态 看来这个爱好很广泛 业余生活相当丰富 相当丰富了 我跟你说 小姐宝哥 我们叔叔你说 他爱好这个广泛 我都觉得他都出了名了 曾经是学校足球队的 然后打比赛 代表学校打比赛 最后乒乓球打到区里比赛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体育生 本来说在学校的时候踢足球 结果乒乓球打到区里 就是太快了 大球变小球速度太快了 就您喜欢球类 棋类也喜欢 棋类也是也喜欢 一般都下什么棋 各种棋都会下 什么围棋 象棋 五子棋 跳棋 但是我觉得我们男嘉宾的爱好 这么广泛 片子当中有一部分体现出来 我特别好奇 您集游 对 你集游多少年了 八岁开始集游 我姐在上海 两个姐姐在上海 也在西安嘛 所以说有信 然后总之我就把那油票 那样不懂就脚下来 跑下去泡 而是慢慢恶言 又怎么对 对成套 男嘉宾你好 你最贵的油票是什么 最贵的油票卖了 卖了 卖了 就不说了 手票了 手票现在还有 你能跟他对上话 说明你对他有点研究 对啊 四姐行啊 还对鸡的有点研究 我多少能 但是那鸡油不太明白 多少能明白那么一丢丢 我就知道猴票挺贵的那玩意 单票一万两块钱吧 单票一万多 他还有那个鸡油更贵 有链的 那算是你的一个家产 都要给他处理 因为上这个时候的爱好这些东西都没啥用 就锻炼身体 就主要锻炼身体 主要整球了 踢气 踢气了盖 是不是 对 刘潘饼什么东西 极油之人净水深流 你一听这个深流就知道 一个能够极油的人一定是坐得住的 而且能够有欣赏性 同时这个人有相当的财力 否则的话他不会去极油 另外他的这个眼光一定是比较独到的 要有两个力 第一得有财力 第二得有眼力 非常给力 反正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其实刚才说到财力这一块 其实对他也是有一个负面影响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叔叔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但他朋友很多 为啥多呢 叔叔 你倾家母对你评价咋的来的 说你为啥朋友多呢 朋友多手大 手松手大 就是好请客 谁来都爱买单 完了 那送送还 手大这过日报过呀 花钱如流水的这个事吧 我不认同 但是呢 你给谁花钱呢 对 分银 分事 对 你得分银分事 你像有些人嘛 你就尽而远之 那样就没必要的话 去他为他去买单 或者是啥的 这样就是尽而远之 你看一般的话 很多朋友打你都是交心的 我们不是九肉朋友 我们是交心的那种 我可以去真心去对待你 我可以给你去买单 就这说吧 不必要的话 就不要去花 但要花的钱 我们必须得花 我们不差事 你给谁给谁摆单吗 对 像他说的 我得有分寸 有分寸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人 在您这儿才能借到钱 那你是实在的一帮 你最喜欢你 你应可 对吧 完你真借呀 借吗 借啊 不还家政 不还的 完你怎么办呢 那你不要了 拉倒了 你说咋着 那你十块二十块就行 那十万把万的呢 没借过那么多 没借过那么多 最高数人多少 要是上万吧 上万 门没要回来 天哪 有还呢 有 有几个人 有还呢 那还是说隐藏的话语 就是还有没还呢 大多数没还听的意思 对 有还 在家的老爷们里面 这个吧 瞎借钱我 你说这个我不认可 因为我不是乱花钱的钱 没人非说你要花钱 你不走脑 乱借钱 对那更受不了 如果我要是管你借钱 那能借给吗 咱们刚刚相识 现在借啊 已经认识了 对啊 在节目上认识了 下节目上 都闹了一会儿 这电台 电台借钱 借多少钱我都借你 哎呦 天哪 天啊 咱们借他这种关系 我真的没关系啊 已经是闹了一会儿课了 说是 完了已经是相识了 就是朋友了 那你说我如果 这有困难 要是管你借点钱 不借多 借个三千五千的 你能吗 三千五千的 那个钱 那个不损伤我啥皮毛啊 那我就小到不快慢慢拿 今天三千 明天五千 后天一万 可以吧 那不能借了 为啥要 那我已经借你三千五千了 你再不借了 那钱就愣了 不是 那个都无所谓 我只要是不借 就是不想要了 我现在别人有 我借钱 借钱我当时就回话 就是 就什么呢 我就是说这个钱我不要了 但我不能这么说 这不要了就是 他还能管借 主要是不能随便借 是吗 对 我里头脑了 对吗 不是谁借钱都 但这有困难 还是可以帮一下 要是我俩牵手了 我肯定是不能同意 别说一千了 一百也不行 我起步不要借 你还能借吗 对 打仗吗 不能借 不能借 也不能随便 我最反对借钱的人 那你还借人 这夸大借人三千 不伤皮毛嘛 这拳这块不会 那好吗 男嘉宾空手掏白狼 有那意思吗 没有那意思 他之前借过的钱 我可以帮他往回要 我觉得叶浩姐这个特别好 你不往这借吗 你前脚借我后脚给你要回来 你咋要啊 就是那种伤机根本的要吗 我告诉你 突然把老公钱还回来 因为这钱要回来 也属于我的了 钱哪有一本征计 要一本征计要 他不给你 不会听他 你自己说就算 你解婚了必须得听老婆的 这个事人家说成家了 你不得赏亮吗 这原来的哥哥 我估计是不好意思 脸结薄 这以后成家了 你就从老说 这还挺好 也不影响哥们感情 对不对 有档天牌了 有点着急 对这个问题 感同学生了是吧 各位男嘉宾好 首先是这个问题 人吧好 首先要善良 善良的 但是再有个度 就是借钱吧 也是一个善良的表现 但是就是我 我赞成你 从给别人借钱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 我也有困难的时候 我也向朋友同学借我 我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帮我一把 我很感激 但是呢 做人有借 就要有还 就像财康这个女嘉宾说的 第一 我不能做这种事 第二 我觉得 如果我这样提出来了 我觉得你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不借我 因为人嘛 你得有借钱 你得 对起码 你得对他 对他是了解的 对起码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 他确实是在特别需要钱的时候 他不能帮我借钱 你都不了解什么情况 就是你都不了解 你就借 刚才哥哥说了 他是为了在舞台要这个气氛 他也不会随便 他也不 丑得哥哥也不像弱智的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选择 我们现在是选择爱的一半 另一半 如果说你就是你对问题 就是对这个问题 不严肃 不严肃 那你会影响到今后生活上的呢 因为钱嘛 是维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他借你能不借吗 那不行 对 这边人男嘉宾 都光你借你都借呀 其实六号是最有钱的 六号 男嘉宾刚才我是在测试你 不要那么随意地借给你钱 所以我不得 如果我要是和你牵手了 你可不能那么随意地借钱 咱得看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值不值得交 值不值得去借 我觉得男嘉宾吧 你应该感觉是这个人 我可借可不借的情况下 看看他的诚信度 有的是你借这个钱 这个人是急需的 或者是休命的 或者挽救什么 你可以借的钱 借的钱以后他不管也可以 就在爱的奉献嘛 您说的是借钱和资助 比如说这个人家里有事了 我资助你点钱我不要了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 随着增长 因为剩了一个钱 可能是借了以后 他有不还的 反正你还挺空脑 要去要去的时候 增压两个人的烦恼 不是刚开始就拒绝 那是年轻的时候 对 年轻的时候 但是今天说了 说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借钱可能 应该是说呢 那再找个媳妇 就不更费劲了吗 那媳妇不干 不是 这个是好伤令的事 这个事情得伤令 伤令以后 觉得合适的时候 这个特别需要的时候 可以借 这里面主要是大哥 你刚才谈到就是说 你的这种大方和大度 的确是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笼络住很多的朋友 这一点无庸置疑 刚才姐姐们说的中心的一点 就是说什么 你要学会拒绝的话 这是人生的智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碍于情面的 把我们抬高到 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把台阶下来 那怎么办 你慧眼识珠的同时 学会说不 因为这种无法判断的情况下 我就要学会说不 因为你问心无愧了 你能够把真诚的一种态度 告诉他 我为什么不能够借你 那么同时再给他提出一种 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的话 对方是可以理解你的 这是他们中心的一点 对 最主要的是啥呢 男嘉宾来到我们爱的选择舞台上 你得找一个能帮你要钱的媳妇 一孩 这个很贡献 最狠人 他可以不但不让你出 还让你进钱 行 咱整点轻松的话题 是不是 旅游的 疫情之前去哪了都啊 听说你去过很多地方 老爷留的了 欧洲 欧洲 还去哪了 泰国 泰国 国内是云南电场 再想留着就留着了疫情出 那如果现在这个疫情结束了 然后你有没有目的地想出去玩 我要现在找到一半 我现在就上了海南了 海南 就是冬天吧 到那个布交区 这边去到飞风角那边 我觉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找个合适的人 可以到那边去生活 冬天 因为他们的环境特别好 我的亲戚朋友都去了 因为就是我当时 我没找到那个未来那半 没人陪你去 到时候我觉得人家都是两位 我们就有点尴尬 心里的话就是说 那种人家那种气氛 你就觉得你站在那边 还有点当灯泡了 灯泡不是说 那觉得人家熟悉玩的 我们没有办 我们也不差啥 实际上不是找不着 就是有点 心里有落差 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心里 失落的 对 看见没 人家说了 马上找一个另一半 找完之后直接派来 去他们去 谁没用 我就在十分之前 这同学叫我都要去 所以你也急需一个老伴 我不是说急需 急需一个 这个再找一个 也得要顺着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 应该到外头走着 因为在想 我们待了这么多年 这样是我们到海南那边 还有是成都那边 去居住 居住一些 觉得心情挺好 就在那边生活 拿着生活费也不累 我的感觉就是 给我的晚年生活 过得丰富多彩点 哇 你实力好雄厚啊 不是 就是说我们也 都不是在经济上 特别困难那种 我家孩子都除去了 马上他都有工作 我给孩子也带大了 今天他上学了 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我可以轻松的 到哪块生活都可以 五号姐的我问一下 你建议你的另一半天天手插豆 不 这个是 这个是您的生活爱好 爱好 爱好 那你建议你另一半天天鼓的邮票 那他随他自己心情 高兴就行 行吧 非常稳 明白 我呢 就是喜欢旅游 我但是我喜欢支架游 就是自个儿不带别人 就是走到哪儿 就是歇到哪儿开累了呢 就是歇着 就是看看当地的风俗习惯啊 还有 最远开车去过哪儿 跟他们 向他一下 向他一下 江苏 一千 不到两千公里 我预定是今年的下月份吧 要是没有疫情 要是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 我准备要上 上内蒙 只要有那车挺有车的 最起码你是越野车 我知道的 因为我去过了 路况啥我都知道 因为我去过了 他跳车 说的意思 如果你俩牵手成功了 想上内蒙 给你制备一个四驱的大吉普子 谁说的 二蓝 二蓝蓝可以 二蓝蓝可以 那你没问题的 心头正好 都皮马 我现在是吉普吃 来吧 这个自驾游 我发现很多女士 都挺喜欢旅游的 也有一部分是喜欢自驾 对 男嘉宾如果自驾的话 你能接受不 我开 你开 是非常喜欢自驾的 好 那这票过去 好嘞 我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我呢不喜欢旅游 但是我不排斥旅游 因为我就觉得吧 我就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觉得我的腿吧 就有点不太舒服了 我就是希望安居乐月行的 这也是我前一段婚姻 就是能够分开的 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就是喜欢安居乐月 我不挑剔任何地方 你能接受吗 我不是旅游 家里都能蹲一个月 不出乎 如果说旅游的话 我希望呢就是那种 不是那种贫穷的旅游 而是那种富裕的旅游 因为本夕出一个名画家 叫冯大中 记着他有的时候 在本夕日报上 发表一篇文章 他就说他领着他的妻子 去九华山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他住在 是豪宅的那种宾馆里 然后说看着大众人 搁那旅游 住的都是那种小民宅 我倒不是说 去羡慕他那种生活 我就是想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就是说要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就是从居住啊各个方面 都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在出去 刚才二号女士那个自己的看法 可能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 人不能比人 可能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不一样 但是就是在你自己生活 的条件之下 能去把这个生活过的质量更好一点 在有限的情况下 出去到外面去看看 就是比如说像山亚呀 云南哪 实际这些地上我都去过 云南昆明 反正我几回我都走 但是我是工作 但是就是像那个男嘉宾 就是说这种选择的后生活 我感觉特别好 好 我支持 请问男嘉宾 就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牵手了 我原来的打算是用 因为我没有退休金 自由 我还准备之后的十年 就是我要自己做生意 给自己攒一部分的养老钱 那比如说咱们牵手成功了 就是那你应该怎么处理现在这个 就是咱们之间这个问题 就给我感觉做小生意也够我将来养老 还是好事 但是对啊 但你会晃 嗯 对吧 完了没话 你可以说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迁就我做十年生意 完了之后咱们再可以进行 再享受 这事吧 不能谈迁就 所以我觉得俩儿在一起 要互相特别融下 叔叔你得知道 我们三姐今年是48岁 你是64岁 你俩一定要想明白 你俩在这个年龄段的诉求是什么 才想要不要为了对方改变这个彼此 所以我觉得叔叔你点合计合 他比小那么多 还有那个三姐你点合计 他比大那么多 我主要是回答这个话 对 实际上其实聊到这儿 就聊到感情的问题了 是不是啊 俩儿要在一块 对生活在一块之后要怎样了 那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情感经历男嘉宾一言又止 到底是啥 让全场直呼忍不了 到现在为止 他说话都是含了呼吵 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实在我都忍不住了 他强势那还有一定的原因 我拒绝回答他 压根我就这样 刚一见面就谈钱 难道经济真的成为爱情的试金石 我都不理解的是啥 你一定要拿钱考验他 钱要验证不了一个人 那没啥能验证 空虎说玩话谁都会 咱也能办这事吧 你敢做办不了 钱得是感情基础的基础 没有钱寸不耐心 你想明白 太活动了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稍后更精彩 喜讯特大喜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行程上市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面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话 还是打长途 通通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插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打电话 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一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诶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电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 免费上网模块 不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播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全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进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送价值1680的满贴心金钻表 那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马先生的爱人特别温柔懂事 跟家人关系也非常融洽 可是不久之后 爱人患上了尿毒症 每周都要透析 二十多天就花了六七万 为了照顾爱人 马先生应可不要工作 十五年间花光所有积蓄 但最后也没挽留住妻子的生命 后来他认识了小九岁的第二任妻子 可是没成想 对方把钱看得特别重 而且脾气火爆 特别强势 教求马先生每个月必须上交工资卡 这些钱只能给自己和娘家花 如果马先生给婆健人花一分钱 就会惹来无休止的争吵 马先生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最终选择分手 好的 那么刚刚通过一段短片 我们了解了本场男嘉宾的情感的经历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您前期脾气大到 大到一个什么状态 什么程度 我说性格不太好 没有太大的原重性问题 就跟家里人 跟家里人 主要跟你 我也不至于是这么严重的反正 跟谁 还是性格 就是你看 问你说你妻子怎么个找茬法权 就是性格 性格不太好 我就想问你她大到什么程度 人家还是不错的 但总体来讲就是说 也知道疼你 但是就是说买衣服什么都知道 但我个儿也会买衣服 我前期我去世那个媳妇 衣服都是我给买 就是那个时候是你管家 不是我管家 钱我媳妇管 这个媳妇那个媳妇 是对我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但是就是说 就是脾气吧 就是要你 不是那么太舒服 不舒服 比如说遇到什么事 她会用什么方式跟你沟通 有时候吧 也挺好 有时候也挺好 那你离啥 但是就是说 总体就是说啥呢 可别说了 实在我都忍不住了 为什么 刚才因为孙霞一直非常正常的 在主持和大宝你们之间交流 但是突然间 现在刚才孙霞有点不正常了 就是因为你大点瘦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表现 彻底激怒了她 其实生活当中你想过没有 对面 对面的那个人 是因为什么脾气暴躁的那种程度 连火就着 瑞莱姐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种 顿刀子拿人 给对方都逼急了 人家才激怨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没有 我这人还比较 看活各方面都比较厉害的 而且她表达的吧 总是天衣无缝 你感觉她在跟你说官话 就这种感觉 那动静我能接受 大动静人能接受 来四姐马上就要来动静人 就这样事的 你说能不激眼呢 我今天我本想不激眼来的 你知道不 到现在为止 她说话都是哈喽呼声 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这媳妇是怎么回事 玩是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到啥程度 她还说不上来 哎我的妈 这跟我急的 我这急的都烂蹦的 别蹦别蹦 不是蹦你知道不 我本想今天吧 我说稳稳当长 你搁这块了 我先说两句 但是我看见 我先你这样事的好 我实在是稳弄不下来了 非得让我提高掌门 跟你俩说话 我想说一下 她说的那个脾气 暴躁到什么程度 我说双方 太强势 她强势 那还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我说家里 什么活我都能干 至于至于说 就是这个 你说我怎么干都不对 下一个就是说 在外人 就像那个 董燕里边老讲的 这个女人 在外头说 你个人的男人 自然大了 什么都不好 就是没有给你男人 应该有尊严 我给你面子 对不对 直接也不给你面子 你这样 就你这样是想给你面子 一杠着压破个屁的 闷着闷着闷着的 到现在那我 一句我都听不清 无论无论的 哎呀妈给我急的 乱蹦的 你四姐听不清你说话 我拒绝回答她 拒绝回答她 这四姐后面想 自我都蹦了 过来身体 不打了你 其实吧 男嘉宾呢 在咱们这个爱的选择这里呢 是可能是表现得 就想那个优秀一点的 就声音也小 说话可能 压根儿我觉得这样 可能实际上吧 他没有就是说 在这里边笑 咱们也没有体验过她 就是事实当中 就是说现实生活 她的性格脾气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 谁在这里都想表现一下 就是那个优点那方面 那个男嘉宾 我就是 我想跟你那个了解一下 那说 我呢就想通过这个 爱的选择栏目 就是找一个 就是那一半就是对我一心一意的 不分心眼的 肯为我付出 为我花钱的那种男人 比如说我喜欢什么 衣服啦 还是什么啦 他能真心的意气 给我付出 牵手不见得 就证明人家人感情好 感情好 你在最后摸起相当不错了 就是说不是钱 是的 如果就是我跟你牵手了 我想喜欢什么东西 比如说是化妆品了 衣服了 一千两块钱的 比如说就是一千一里的吧 你可不可以就说 卡都给你了 那不是你说说吗 我天哪 原来你是上交卡的 我对那玩钱没有盖 我可没问你自己说的 挣钱也挺容易 你是那个不藏私心的 那个那一半吗 还藏啥私心 你刚才他的那个经历 钱都交出来了是吗 他把钱都交给了对方 对方呢 就不给他花任何钱 你给别人花一包式 这些钱只能我花 和我娘家花 你们家花一份包式 这不就是离了吗 不是我我刚我特别想问一下啊 六号姨 你今天咋跟钱杠上了呢 你应该是我们在场所有女嘉宾当中 你不缺钱 不是 我现在我就问一下男嘉宾 比如说 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真意 我知道姨 你听我说文文不理解的是啥 你一定要拿钱考验他 刚跟他接触 刚相处 你就说我相中一个一千多块钱的 他就给你买 他不给你买他有啥问题吗 他就觉得感情没到位呢 拿这个作为衡量标准吗 他舍不舍得为这个人花钱呢 看他对他呢 就是六号意思想 试个 试个 投石问路 那我感觉这个社会 钱要验证不了一个人 那没啥能验证的 口口说玩话谁都会 他孩子做事也会 这是最实际的东西 因为是二文嘛 是不是有钱去验证你 我喜欢的东西 你舍不舍得给我买 咱也能办这事吧 你感觉办不了 不 但是钱 得是感情基础的基础 没有钱 寸不耐心 经济 对啊 咱们今天比如说要二十岁行 什么都不谈 到咱们这个年龄 就应该给我感觉应该面对现实 吃不饱饭 咱们现在也谈不了 什么都谈不了 就因为这个年龄折腾不起 对啊 但是我还有一个从小总结的经验 就是我也愿意向你吃小厨买单 因为姐小厨在旺季的时候 追求我的人特别多 男生请我吃饭的特别多 你请我吃一顿 我必须请回去 你万一你有什么非法 非分之想 对啊 非分之想 到时候那怎么办 对 解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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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别人情 那你没有经济基础 你怎么去面对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什么哥们感情 你什么夫妻感情 心情 都得用 都得用经济实力去 每一戏 你剩下说那些起高调 那些没有没有意义 不是 你那个啥经济衣服 我那你钱都在那马上 啥经济衣服 我就我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你刚才不说 接你上句话 哥哥 你不说那两人感情好 不能用钱去衡量 必须用钱去衡量 因为 因为你 你所有的表现 你都得去看你 舍不舍得花钱 这钱不一定说你上万上亿 有心情就行 你买十块钱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得花钱买 就我说这意思 没有钱 寸步难行 钱现在是衡量 所有事情的标准 你给朋友的花钱 你给哥儿媳妇的花钱 那我刚才看你说话 都不敢说 我就替你着急了 对吧 不可能 你看我刚才问你 你看我刚才问你 我说我这个十年 那你从表面上看 我绝对不会 就是我妈出来 就是说 你看咱没有工作 自己养活自己 千万可别提 要谁养 你怎么怎么样 下来都说都不敢说 我刚才提那个问题 我就说你看我 我将来怎么怎么样 哎呀那可以再考虑 旅游鸭后 这什么候鸟的生活 都可以再往排十年之后去 我说了十年之后多大 其实大家聊了这么多啊 就是女人的点嘛 就是女性朋友的那个点 其实不在你说的那个点上 是这样 就同一件事吧 你说的是这个点 但是人家女嘉宾 探中的是那个点 她说的意思我明白了 明白的意思吗 主要就是啥呢 女嘉宾跟您提问 说我再继续奋斗时间 你能不能等我 实际的意思 她想听到答案是 你还干啥十年呢 我养你十年 对啊 但是但是 但是只要咱俩感情好 谁啊谁啊 谁还不一定呢 对 这个事吧就是 我不知道她究竟怎么想的 我脑袋又转不了那么快 嗯 她就是说 两两好之后 你就直来直去 别要玩 我想我想我想 不干了 不干就不干了 够话就行 不要要玩考验我 你现在 你说六七七十年 你想你再活十年 三千多天 嗯 你想明白 还活多少天 对吧 你留钱有用吗 没用 感情在前面的话 钱财 什么都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感情在先的话 钱财都是问题 所以你说钱能不能衡量一个人的感情呢 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呢 钱可以当做一个试金石 但是你钱能够买来感情吗 买不来 钱买来的一定是感激 一定是感恩 一定是对这个人的一种仰望 但你平等的这种爱情的交往 钱一定是买不来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真有感情了 你说这个钱不给你爱的人花 让他活得更好吗 我发现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 你爱的那个人一定是你最希望他过得好的 所以你有的最好的能给他提供最好的东西 一定是给了你最爱的那个人 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都忽略他第一段婚姻 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叔叔原始的婚姻是极其幸福的 只要他身边任何一个人 你问随便问 我们叔叔为了他爱人 他放弃提前买断从移动公司退了 要不然我们叔叔现在退休金在八千左右 这第一件事情 然后为了他爱人 他医生曾经跟他说你可以放弃 他说不 带着他爱人坐飞机去北京 北上到北京 南下到山东 各处去求医 只为让他爱人多活一些日子 坚持了15年 有一阵子是一天要花掉一万多块钱 在这样的基础下从来不放弃他爱人的生命 第三个我们叔叔在这期间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双手 做着买卖 告诉他爱人有我在 放心 钱我来想办法 人我来陪你 甚至是说我叔叔的妹妹 家里人全部行动 照顾他原配妻子 每个人照顾了两年 你说这样的原生家庭能不幸福吗 第二任妻子我说实话 你也可以到处去打听 当然我也有私心 我也去打听了一下 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如果叔叔您早点来 我可能会早跟你说 您早离也就对了 第二段妻子 确实我觉得挺消耗叔叔的热情的 足以证明了 现在文文着急的是 大家突然对这么好的一个人开始质疑了 可能文就开始着急了 其实从他历来的这个经历 两段婚姻的经历来说 他也算是冰火两重天 经历了很多 对 从那么一个优秀的妻子 一下遇到了一个让他接受不了的人 他可能现在沉静下来 他会认真地去思考 你再跟我提出的要求和问题 我一定结合我的经验 不能再抓第三个跟头了 所以在回答的时候 比较犹豫或者是想的比较多 比较谨慎 其实我现在特别好奇 我们男嘉宾经历了第一段非常美好的婚姻 和第二段略显不美好的婚姻 那么他接下来的婚姻 会选择什么样的另一半呢 我特别好奇 来吧 我来看一下 大屏幕 左右逢源却被指不真诚 男嘉宾啥回答 逼逢现场众人 必须说 必须说 我就改改你这脾气 能瞅谁能对上眼 你现在就瞬了 瞅谁能对上眼 快有个力了 这是什么 完了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拳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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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疯了 要把台人全逼疯了 来一个 帮后话 所有标准大公开 饮食习惯咋就成关键 朋友上我们家来了 有一套专门供用 供他们客人使用的 但是我肯定不是 拿枪鼻子 他就是说他吃完需要漱口 什么的 至少得刷牙 所以我能试一下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稍后更精彩 细讯特大细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行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边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画还是打长途 统统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阿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插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你把你的电话卡发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免费上网模块 不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播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重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送价值1680的满天星金钻表 每天仅限100个名额 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真没想到 才299块钱 就抢到了这么好的智能手机 而且加199块钱 人家还送满天星金钻表 这次真是简直大便宜了 这么好的智能手机 竟然才299 关键是加199 还能送满天星金钻表 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不用上网费 让您一省再省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299元 买到通话不要钱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299元 买到上网不要钱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299元 买到超大屏 母G网络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活动即将结束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其实我现在特别好奇 我们男嘉宾经历了第一段非常美好的婚姻 和第二段略显不美好的婚姻 那么他接下来的婚姻 会选择什么样的另一半呢 我特别好奇 来吧 咱们我们来看看 大屏幕 建立过两段婚姻 马先生的生活也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所以他对另一半也有自己的要求 第一 必须性格温柔 第二 长相得漂亮 第三 女士得有双宝 而第四点 因为马先生是回祖 所以希望对方能够尊重自己民族的饮食习惯 刚才我们男嘉宾在短片当中 已经是说出了他对未来生活 对未来另一半的简单的几个方面的要求 几个方面 我想特别想问一下 你环顾一下 这八位姐姐 面相上 刚才的这一个聊天 对话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谁的性格应该是最温柔的 必须说 必须说 我就改改你这脾气 你也不是 你谁也得不着谁 这肯定不是什么人 你谁也得罪不着谁 5号 5号 5号脾气最温柔呗 我呀一般般 一般般有脾气 我觉得我在理的时候 我肯定很咬劲 我要是没有理的时候 我肯定不知事 一般情况下都在理 在理的时候我肯定去 就没理的时候少 我没理的时候我就 我就那什么呢 老是沉默 不知事了 对啊 但是在理的时候 你会得理不要人吗 我得让他运错 对地求情 别巴巴了 男嘉宾说 那我看错了 这有点迷糊了看不到 你等一个要贵地求咬的 这回不 不挑温柔的了 来来第二个 第二个 哪要求来的 那漂亮的还要亮 漂亮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姐姐 谁最漂亮 男嘉宾说这更得罪人 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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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美 各有各的风姿 对 你只说你喜欢的那种美 是啥样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 你喜欢哪一种美 你喜欢萝卜还是哪一种美 各有各的那什么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弦 给给给给给给逼疯了 我扫着头 我现在一个只有标准 不是说你这个超美 就是说对上眼儿 就是看眼圆吧 对吧 我跟你讲行 那你瞅谁能对上眼儿 关键是现在 这八位呢 你能瞅谁能对上眼儿 你现在就算了 瞅谁能对上眼儿 男嘉宾就是这么八面不透风的姓氏 他把台湾人全逼疯了 包括我 所以呢大哥你知道一点啊 你的明晰的一个表达 能够让对方熄掉半点火 你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你的真心的一种告诉对方 你会让对方知道啊 原来我这样做是可以的 来问就就问最后那个关键问题 小姐这个权利我交给你 是的 吃不明白 两人们过一块去吧 哈哈 好呗好呗 你知道我可理解你的第二人妻子 你说吃得不是一个民族 对 现在你是不是一个民族 就是说你要求对方要做到什么 所以说你还 汉民发店你去吗 汉民发店我也去 你也去啊 但是就是我一般都是朋友吃饭 正常都是小朋友 但是你怎么要求对方 我正常我提出要求就是说 也得烤大火链那个感受对不对 有时候也去 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就是 不吃 就是肯定是挑能吃一吃 那对方吃可以吗 那我不介意 不介意 主要是俩感情好什么都不是 那比如说对方吃了一堆 你认为不应该吃的东西 回家跟你说话呀什么的 然后把这东西带回来呀 或有一些亲密动作啥的 带回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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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叫呢 那就是说他吃完需要漱口吗 什么的 那个他不用吧 不用 至少得刷牙 你不能要求你回来把牙刷了 你给我吃啥了 就是不要求那么严格对不对 我最爱吃那个叫清炖牛肉 清炖牛肉 这个可以啊 那这是 这是可以 这可以进家的菜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比如说那个 我们是回眠 有汉民朋友上我们家来了 喝完我们的碗 就是专门用了我们的碗块了 对 好像是有一套专门供用他们 客人使用的 客人使用的就是擦碟呀什么的 我在这方面我还擦 但是自己家用完也得刷 那倒是 但是就像他们说不好的话 他没那么严重 对 我们单位吧 他没到那程度 我们单位有个就是也姓马 他的背包 我就不小心 我就是顺手拿我就喝一口 我就忘了是他的了 他随手 他就把他背他给撇了 但是男嘉宾你到这种程度了吗 没到 我媳妇如果说是 汉民的话 他想吃汉民的东西 我可以给他吃汉民的东西 我可以给他点 嗯 但是我肯定我只拿枪鼻子 做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应该是说的 我比较喜欢吃牛肉和羊肉 所以我能适应 可以的 但是我就是猪肉和 之类的东西 我不大喜欢吃 所以说能适应这种生活是吧 对 好的明白了 其实作为饮食的习惯上 什么都可以饮食的话 民族的风俗习惯一定要尊重 因为不同的民族 他有不同的饮食习惯 我们在整个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尊重于对方的不同的民族的饮食习惯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种品德 也是一种礼仪修养 这个小学生守则里就有 要尊重他人的民族习惯 对 好这样 这个来到最后的环节 我要给我们场上的女嘉宾们 最后一个机会 是否愿意为我们的男嘉宾继续留灯 请选择 相信路上阻碍多 男嘉宾能否得到现场女嘉宾的青睐 那是我搞错了 搞错了 你俩太合适了 注意今天老恩的丑 高颜值老马能不能最终牵手 不要走开终极谜底即将揭晓 细讯各大细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信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边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画还是打长途 统统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查手机卡 只连接WiFi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 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一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免费上网模块 无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播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是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重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速下至1680的满天心金钻表 你的边界有你自己掌握 爆发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芒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好 这样这个来到最后的环节 我要给我们场上的女嘉宾们最后一个机会 是否愿意为我们的男嘉宾继续留灯 请选择 来吧 来吧 几位灭灯的原因 刚才5号这个 姐姐显得犹豫灭灯不是那么快 快 最后一个灭灯的 您在考虑些什么呢 我考虑好像她比我小一岁 我64岁 她好像是63 你俩同岁 那是我搞错了 搞错了 那你现在给你机会 你可以不灭 给你个机会 如果你俩年龄相仿的话 你愿意赴灯吗 再考虑考虑吧 那就不是岁数的事 那就不是岁数的事 那压根不是这毛病 好的 现在场上八点灯都已经熄灭了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男嘉宾是为自己选择了心动女嘉宾 我就说了她喜欢圆的 你这个圆我感觉不圆 是吧 来 她是几号呢 那是一号 你咋猜的 你怎么猜的 因为我感觉那一号 她对一号有那个圆 注意就是老万的丑 你看着眼神了 宋秋多了 对 暗宋秋多 而且她俩有福气性 小多了 这样我来公布一下我们男嘉宾 本场男嘉宾心动女嘉宾的号码 是一号 一号 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才对了 是我们本场男嘉宾的心动女嘉宾 但是 非常可惜 对 我可以这么说 咱们的一号不是那么 特别的那种漂亮 或者是艳压群房的一种美的方式 但是在男嘉宾的眼中 她是符合自己标准的 标准 也就是说她内心的标准 她会认为这种美 这种温柔是她需要的 所以一号女嘉宾你灭灯 我觉得挺可惜 您月工资多少 现在 清休息 四千多块钱 房子呢 九十多平 九十多平 来一号姐姐为什么灭灯啊 是因为不同民主 因为这个饮食的方面的原因 是吧 好 明白了 那这样 那要有请我们公布一下 我们系统为我们男嘉宾匹配的 制推女嘉宾 她匹配的女嘉宾是五号 我们今天首次登场的她阿姨啊 她有几点 第一个 你们俩之前都是丧偶的啊 原生的婚姻都是丧偶的 都有共同的这个感受和经历 同时你们俩在原始婚姻家庭的状态 极其的相似 我们阿姨之前的婚姻极其的幸福 第二点呢 就是你说这个漂亮这一块啊 我们女嘉宾虽然跟您同龄 但是说实话 没有人说她像64岁的人 都说她像50岁的人 非常会保养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叔叔您说了 因为爱人的离世 您之前爱人是没有双保 可能是对经济压力也好 还是这个身体素质也好 都要求的非常的高 我们女嘉宾在这方面 完全解除了你的后顾之忧 饮食这一块 因为她在现场是唯一的一个 跟你表达的非常的清晰 她可以为了你 这个您介意的饮食 她可以就是也跟她保持距离 我觉得这一点这种 跟你这种真诚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五号阿姨没有亮灯 刚才选择灭灯 我是非常意外的 您俩太合适了 这个既然我们男嘉宾 选择了自己的心动女嘉宾 当然文卫也推荐了 致推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两位 有没有想为我们男嘉宾 赴灯的可能 对 我先问一下一号姐姐 愿不愿意 或者是想不想 为她赴灯 好 明白 来 五号姐姐呢 不行 好的 非常的遗憾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男嘉宾啊 在场上可能是因为 说话的声音太小了 然后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没有赢得自己的 那个爱的选择 非常的遗憾 这个可能场上呢 我也稍微激动了一点 但是呢也给您提点建议 就是我觉得作为男人 您的决策一定要决断 就是跟你说什么的时候 最好给人明确的答复 要不然我们真着急 或者说我们品不明白你 所以这也是你吃亏的一点 好不好 好嘞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啊 希望你能够再次来到爱的选择 好不好 好嘞 再见 感谢 再见 一直手插灯 从小帅到老的老马同志 再见 再见 来自沈阳的老马大叔 那开场时凭着帅气 博得满场喝彩 看到场上这女嘉宾 那两眼直放光哈 可最后却没有人为她留灯 哎呀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要闻闻说哈 那演示习惯只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老马叔叔的性格 我总结几点老马叔叔的性格啊 看说的对不对啊 非常大气 长情 而且呢为人正派不做作 虽然不太会说浪漫的话 但是总能把爱呢 落在实际行动里 可今儿啊 老马叔在舞台上除了帅哈 其他优势哎 压根没有展示出来 那是一不说那二不做 就稳稳站在那儿哎 耍帅 当然了我这个耍哈也是开个玩笑哈 反正呢老马叔叔呢 那就是个吻呢 但这个时候 你这个吻可不就吃亏了吗 大家哈 只有真的了解您 才有可能选择您 这时候就需要多交流 多沟通 多展示自己 那帅也不能当饭吃 对不对 有一句话说的好 年轻的时候看外貌 到老实那过的呀 就是性格 到了叔叔阿姨这个年龄 外在条件固然重要 但性格才是决定 你们是否能走到 最后的关键因素 所以呢 不要吝啬您的语言 和您的互动 也许您的一个微笑 一个动作 亦或是一个兴趣爱好 可能就会成为女嘉宾 为您坚定留灯的理由 如果你或您身边的朋友 还是单身 请与我们爱的选择联系 024 2318 6789 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 哎呀 稍微有那么遗憾 因为男嘉宾条件非常的好 首先挺帅 而且呢 工资也挺高 对 整个呢 哎 生活品位也非常的好 跟袁佩棋子那段相濡于墨 应该算是一个痴情男 但是有的时候 爱情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来到你身边的 需要你不断的争取 也需要你不断的去完善自己 对 更需要你来到 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之上 好的 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